我们是通过打游戏认识的 到现在交往了不到一年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们总是聚少离毒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很难去共同 我觉得他和我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懂事明事理 到现在他把我看得跟犯人一样 管我管得特别严 总说他在我眼里不重要了 他对我工作的不理解 他对前女友的欧敦斯连 已经让我对他忍无可忍 我们已经变离分手的边缘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男嘉宾小宝26岁 来自黑龙江萧瘦 女嘉宾小玉20岁 来自黑龙江舞蹈演员 欢迎两位啊 26了 来干嘛 他要来的 他要来你就来啊 被逼的 你比他大那么多 他死活要来的给我拽来了 你想解决什么呀 就是他有一个出了六年的女朋友 前任 然后现在还一直联系着 就我自己挺不得劲的 就已经到达就是 一说就吵着 我不已经删了吗 你删 你删啥了 那我不一直催你删吗 那到最后我不也删了吗 是删了 然后再加你再同意 那不都是有事才会加我吗 没有事就叫乖 同性但他找我了呀 我不能够累 他找你可以拒绝呀 你为啥又同意呀 你就是偶断思连 你就是想跟他复合 我没有 我要想复合就不会分 只是你不理解而已 好好好 我俩出了六年 就是中间事很多在一起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不找我 他一直找你 然后你就同意啊 然后有啥帮他 那你考虑过我呢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 那是我俩共同的朋友结婚 那他不找我找谁啊 是你俩可以有共同朋友结婚 你俩商讨行 我理解 那他说你俩朋友结婚的事 然后说我干啥呀 说我不咋地 你辩解了吗 他的朋友认识你说你不咋地 那我不妹说啥吗 我说你不咋地了吗 我没有了 你妹说我气 那他在那说我 我知道了 你还向外辉跟我说 那我啥干受 你拒绝他了吗 我就告诉你我妹当回事 我就没信而已 那你自己向外辘赖我了 但是你作为我男朋友 你不辩解 你不为我辩解 你就光在那 那他作为我前女友 我怎么辩解 我说啥呀 行 那不说这个 那咱说 行 你还是把这事说清楚吧 我已经猜了半天的迷了 你谈了六年的前女友 什么事都找你 他说我坏话 没听明白怎么回事 咱慢慢把这事说清楚行吗 就是那天他来我家嘛 就找我玩嘛 然后他前女友给他打电话了 他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要结婚 就是他俩都认识 那商量随理的钱吧 不是 他们俩商量什么呀 对 这很奇怪啊 因为是我俩的朋友 我俩是商量随多钱 因为是我俩的发行 行吧 你就算能商量 你就受不了了是吧 对 受不了了 最主要是他俩商量完后 他那个前女友和我 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 然后跟他说 听我朋友说 你这个现任女友不咋地呀 那我不咋地跟他啥关系 他平常说我呀 就是前女友在商量完 分子钱事之后就说 你现在都扯我身上了 然后呢 然后那他跟我说的 他向不客跟我说的呢 说那个我前女友说你不打地了 说你这人不打地 你也挺那个什么的 缺根筋哪 兄弟 那一个是我前女友 一个是我现女友 我怎么解释 我说啥呀 不是 你说什么呀 他说你屏蔽不就完了吗 他好不好啊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妹之声呢 那你前女友好不好啊 我前女友也挺好的 那就是你不好啊 这可不就这逻辑吗 我觉得我也挺好 一个男人传闲话太好啊 他在旁边听着了 完了 主要是他朋友说他不打地 行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重要啊